第五百四十一章分别与重逢,穆迦自古以来圣者辈出,属于大威圣朝时大王府之一,至于穆云是穆迦的现任家主,更执掌圣朝刑罚大权。 曾云下族穆迦备受牵连,但这历代刑罚之主的位置都归属于穆迦掌管,皇主也没有轻易动他们的位置。 爹爹,真的是你,女人想死你了,穆星扑在穆云怀里,眼睛泛红,忍不住哭出声,她自幼就极少生活在家中,而这当中的原因和下族有关。 她清楚自身的身份敏感,穆云即便再不舍也只能硬着心将她送走,主要担心有人在穆星的背后指指点点,将穆星和下族的逆犯牵连在一起。 望着他们妇女亲密的样子,这触动了军天的心神,有些心酸,她也有父母,但是从来没有见过。 好了好了,穆云开怀大笑,一直以来对穆星有所愧疚,更没想到和东神州的事情牵连上了。 恭喜族主,您和穆星小姐终于相见了。 刚才拦截凯远胜的紫袍影子走来,这竟是一位青年,龙行虎步,头戴紫金冠,脚踏灯云靴,有种与生俱来的尊贵气象。 这位是,穆星惊异,这位年轻的圣者都快修炼到大圣领域了,天赋有些离谱了。 怎么穆星小姐想不起来我是谁了吗? 年轻男子温和一笑,不过也对,当年小姐离家还不到十岁,记得当年我还是家族的侍卫长,并且护送小姐前往混沌仙门。 你是穆星,穆星想到了什么,当年她在圣巢也是年轻一代的翘楚,没想到都成为圣道强者了。 没规矩,她再怎么说她也年长你不少,应该叫哥哥。 穆云板着脸道,穆星现在可是刑罚店的大统领,陛下都对她有过赞赏。 哦,穆星哥哥,穆星不由得低语,叫我穆星就行了,穆星看起来没有什么圣者架子,望着面前千娇百妹的穆星犹如看邻家妹妹,笑容温和点头。 爹爹,这位是,穆星正在纠结如何介绍军天? 这位是小女的救命恩人吧,穆星你去和穆星说说话,这么些年不回家家族的一些事该了解了。 穆云说道,穆星心头一紧,有不太好的感觉,难道她猜测出了军天的身份? 军天被无形的能量带到远方,绝顶大圣太过恐怖了,一言一行如同言出法随。 军天经历过太多大风大浪,倒不至于被吓住,不过穆云的脸色渐渐变得凝重。 多少年了,穆云背负双手,站在山岳巅峰,望向远方,叹了口气,自从大下府覆灭到现在已经三十来年了,事事已巨变,没想到你还活着。 军天之道没有隐瞒的必要了,三剑归一展大圣,刚才远远看到了,而今还能回想起下老爷子的手段。 还有你父母的英容相貌,你既然能掌握天渊剑,不是当年尚未出生的孩子,还能有谁。 沐云望向军天,叹了口气,如果下足无恙,军天应该是他的沉蒙快叙。 父母,我从没有见过,军天的情绪变得低沉,你还回来干什么? 沐云审声道,万一被人发现你的身份可了不得,你可明白会有什么后果。 你真的不应该来这里,军天苦笑道,这段时间发生了太多的事,不管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,若是真的获起萧强,前辈放心,我不会让沐家牵连到里面。 沐云皱眉道,你对大威圣朝应该有所了解,新的封神之战快要开启了,未来的大威圣朝会比任何时代都要强横,我明白你们的心情。 可也要面对现实。 而金大威太子的恐怖程度已经无法揣测了,以他的天赋与体质,种种荣耀加深,封神对于他来说毫无难度。 对于东神周一战的过程他大体了解,下秦天目前还不是大圣,反而曾经被他压制的沐昕即将问鼎大圣领域了。 可见这么些年他生活得并不好,未来想要封神一战中胜出太难,换句话说就算能封神,岂能撼动圣朝根基。 军天能看出沐云对他没有恶意,点头道,多谢前辈提醒,未来我会谨慎行事,至于刚才火龙谷的事,火龙谷能有什么事。 胆敢追杀我女儿,凯远圣已经伏法,凯族就不要继续存在了。 一股极度恐怖的煞气轰然间蔓延而来,军天屁股发寒,面前的中年男子看似平静,但却充满了手握滔天权威的霸气。 这时间,沐云留意到沐星紧张与不安的模样,眼神变得复杂,问道,你和沐星,瞧见他欲言又止,军天愣了愣,也想到了什么,道,前辈放心,我和沐星仅仅只是朋友,以前彼此都不清楚彼此的身份。 这样最好,作为长辈给你一个忠告,不要去大威圣巢,远离这片世界,去追寻自己的修行路。 沐云拍了拍军天的尖头,递给他一个储物袋,道,东西收好,不要拒绝,这是,叔叔的一份心意,爹爹你们在说什么,沐星忍不住走来,不过被沐云给强行带走了,这让他急得大叫,爹爹你干什么,放开我。 沐云叹息,你大不中流,他不会让沐星再和军天接触,未来一旦东窗事发,沐家会跟着陪葬。 沐星,我还有要紧的事要去办,你快回家去吧,过段时间我再去探望你。 军天站在远方,对着他招手,脸上散发出灿烂的笑容。 沐星望着离他越来越远的身影,看着他有些孤独的样子,红着眼睛奋力呼喊着,像是失去了什么。 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,望着远去的妇女,沐星脸上的笑容收敛,走来说道,当然也不重要了。 我只想说一句话,沐星小姐不清楚这里面的利害关系,你的身份会影响到她的安全,我不希望你继续待在这里,以后不要再见面了。 我刚才已经和前辈说过了,不管未来发生什么事情,都不会牵连到沐家。 军天情绪低沉,就剩下他自己了,知道就好,做人要学会感恩。 沐星点头道,依稀还记得当年大夏府出世,老祖主带着我们暗中营救的场景,虽然没有留下什么把柄,但皇主依旧在怀疑我们沐家。 当年的恩情莫尺难忘,未来我会报答,军天说道,报答,沐星有些惊讶,一个到藏即报答沐家,他觉得有些可笑,像是乞丐说要去报答皇帝。 都说了你不能和沐家有任何来往,离开这里吧,不要回头,虽然你和小姐昔日有过婚约,可是当年你们都未曾出生,不作数。 什么,婚约,军天心头一惊,猛地望向沐星离开的区域,一时间心里五味杂陈,觉得上天对他接连开玩笑。 怎么,还在惦记沐星小姐,沐星皱眉道,她现在是沐王府的嫡长女,无论身份与地位都仅次于圣朝公主,不管你们曾经发展到什么地步,听我一句劝忘掉她吧,不要抱有不切合实际的幻想。 以前我不清楚曾经有这层关系,沐星是我的朋友,未来也是。 军天无比反感这个人,沐星岂能和军天客气什么,冷笑一声,什么朋友。 趁我没有改变注意之前,和你的朋友一样,立刻从我眼前消失。 你把他们怎么了,军天的眼神灵灭起来,沐家不是土著收容所,他们很识去掉头离去,警告你,也指望着沐家能帮你什么, 更不要想着去利用沐星小姐帮助你们完成可笑的复仇。 沐星体内激荡出恐怖的圣威,整天世界死寂沉沉的,再也没有一丝声响。 俯视着快轮倒在地的军天,沐星的眼底有含义,若非因为老祖主和夏圣王是至交好友, 他会选择将军天镇押送给大威皇主,至于沐星不过是遗落在东神州,皇主不会和一个小丫头计较什么。 沐星圣者,今日这话我军天记住了,望着面前不可一世的子依男子, 军天的脸上不再有什么情绪波动,扛着漫天激荡的圣者未压,艰难地离去。 脚地方走出来的人心态就是不同啊,沐星冷笑一声离去,压根没将他放在眼里。 夜色来临,漫天枯叶飘舞,人体虎啸,黑暗笼罩了整片大地。 军天走得很慢,迎着古老的月光,满目沧桑,总觉得很疲倦。 从来到起源界到现在,固然还不到一个月,但是发生的事情太多太多。 师孙他们去了哪里,徐沁和小琴琴呢? 特别想到了徐沁,军天身心颤抖,他为自己付出了太多,体内依旧流淌着徐沁的能量。 可是现在他和他们都消失了,天大地大,该去哪里找他们? 在这片浩大的世界,强者将他们视作土著,不会把他们当人去看,更不清楚当时被沐星赶走都是什么样的心情,肯定很难受吧。 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,我已经复活了,为何会那么难过? 站在黑夜中,军天心里堵得慌,猛得咳出一口血,瘫痪在地上,满嘴鲜血,凄凉一笑。 我应该振作起来,未来会将他们都找到。 在这个深夜,军天猛得仰天大吼,凌乱的黑发舞动起来,眸子冷冽如电,通体荡漾出一阵接着一阵龙笑之音。 吼,他倘若天龙在吼笑,群山大月龙龙摇动,满地枯叶炸成粉碎,精气神依旧强盛无匹, 但依旧看起来无比的孤独。 军天强迫自己要振作起来,同样坚定有朝一日能找到他们。 吼,忽然之间,远方大地传来一阵相同的龙笑声,这时天龙八音在呈现,压向了这片世界,轨荡在军天的耳畔。 吼,在遥远的地平线尽头,毛茸茸的小兽如电芒奔跑而来,迎袍飘舞的女子迎着月华星辉风时电撤。 他们听到了军天伤心的吼声,迫不及待地赶来,很快热泪盈眶。 军天,徐庆失声痛哭,觉得在做梦,哈哈哈哈,犹如绝望中看到了曙光,军天满嘴的鲜血,忍不住大笑出声,颓废一扫而光,风跑着冲上去,紧紧抱住了徐庆。 脚勤勤欢快地在地上打滚,金色大眼睛闪烁兴奋的光辉,一压一压叫唤着,伴随着男女相拥的欢笑声,久久不散。 第542章老仙的去向,2月2,龙抬头。 军天和徐庆缠绵好几天,商谈未来的路,启程出发,避开大威圣朝边境区的巡逻队,在夜色笼罩中临近了牧城。 这个决定是比较危险,但他对启源戒太陌生了,而在大威圣朝境内,折服下来更好的打探消息,以及老仙的情况。 这里是牧家的发源地,也是镇守边境的关卡,而在和军天相遇前徐庆来过这里,远远看到苏长青他们远走的画面。 虽然处于边境区域,但牧城的繁华层次也超出军天的想象,无论人口和繁华程度都超越了昔日的山海雄关。 十万不朽金,沐云留给他的储物袋里面封存着巨额财富,今天打算在这里常住,花费八千不朽金买了锁小院子,安定下来。 能看出徐庆特别高兴,自从来到启源戒整天提心吊胆的,现在总算是有了属于他们的小家。 当年紫青兰前辈他们走得太快了,显然担心会面临危险,我们也不敢追得太紧,否则现在都能待在一起。 徐庆突然有些伤感,闻言,军天轻笑了一声,来的时候不是带来了资源,如果完成了重塑就是顶尖王者,在这片圣者横行的世界,也具备了一定自保的手段。 说的也是,未来总能相遇的,徐庆灿烂一笑,寄来之则安之,他很能静地下来。 今天出去了一趟,改变容貌在附近逛了逛,购置了一套大型阵棋,笼罩了整座小院子。 回来的时候他惊叹,起源界的修行水准太高了,店铺里面交易的天才地宝多数都没有听说过, 王者兵器随意售卖,一切都要重新开启了。 这是什么,徐庆吓了一跳,突然间有一座战舟从天而降,若非阵法遮蔽这片世界肯定引发轰动。 凯若狼送来的,军天望向了徐庆,道,他已经死了,起源界还是好人多,知道我们没有代步工具送来了一辆。 这个人,他该死,徐庆速手微卧,眼底充满了寒意,碰,脚琴琴用头撞击舱门,被震得差点昏过去,爪子捂着脑袋哇哇大叫。 这座战舟可以自主防御,克鲁着的圣道法则无比恐怖,当时若非凯若狼侵蚀他们,后果可想而知。 今天取出了数个储物袋,几个人身上的不朽金夹在一块能有八万块。 从这里自然可以看出来,沐云给予他的十万不朽金是一笔庞大的数额。 徐庆的眼眸亮晶晶的,这些不朽金内储藏旺盛的不朽物质,小琴琴进化为王者的资源有了。 这应该是打开舱门的令牌吧,军天寻到一枚紫红的石牌,激活后果真舱门开启了,深邃的犹如洞天世界,踏入里面像是闯入圣者殿堂中。 早是这四周,军天和徐庆纷纷实化在原地。 我不是在做梦吧,徐庆揉了揉眼睛,确切地说他觉得无比的刺眼。 哦,小琴琴像是闸毛的刺猬,圣级占州也就罢了,关键是这里面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名贵宝药,还有堆积如山般的丹药。 这是,这是资源占州,军天忍不住爆粗口,他寻到了采购清单,惊骇道,这是大威圣朝在火龙谷采购的丹药和药材。 凯若狼调派这座占州来杀我,结果被我给截糊了。 徐庆发呆,这可是真的是撞到了大红韵。 接着,他开启一间封印的密室,浓郁的药香沁人心皮,架子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药葫芦,里面封存着金光闪闪的丹药。 人在家中坐,里从天上降,军天放声大笑,以采购清单列表进行对比,圣丹足有二十颗,王者丹药上百颗,其余的都是道藏及以下修行的西式丹药。 而药炼制圣丹何其艰难,这可不是什么大白菜,需要药圣出手熬炼,更要配合圣药精华才能承担。 火龙丹,军天盯着一颗赤红的丹药,最顶级的圣丹,价值绝对不会低于几十万不朽金。 小琴琴细动鼻子闻到了旺盛的龙气,断然是以火龙骨独特的地式熬炼而成的。 圣丹有毒,小琴琴你能吃吗? 今天皱眉,每一颗圣丹都蕴含大量的不朽物质,想要炼化谈何容易。 小琴琴点了点头,小爪子抱着圣丹,吞咽着口水,但还是忍住了诱惑,准备先行炼化王者丹药,再去吸收圣丹药力。 瞿沁的面容民众,大威圣朝真够离谱的,皇室成员都要炼化顶级的丹药去成长。 那么传说中的大威太子吗?他炼化过神药都不值得惊奇,他们清点了一整天才将丹药整理好,军天准备将用不上的全部份拼卖掉。 夜幕降临,望着刚刚沐浴走出来的大美人,军天心援一马,觉得双修提升实力的速度会更快。 忙活了一夜,果真和他猜测的一样,军天的实力已经进展到道藏级顶级了,接下来封王需要借助祖庭。 他现在是有大量的不朽经,然而在自补祖庭的过程中,大半能量都被花雷给夺走了。 军天自然不心疼,最强的杀手锏,花费无尽财富都要将其培养起来。 启元借年历,2月6,今日无事,何徐庆一块待到深夜。 2月7,今日无事,何徐庆一块待到深夜。 2月29,经过探查发现了隐藏在牧城的黑市交易区,各种见不得光的器物,各类情报,只要有钱都可以买到。 2月30号,小琴琴沉睡了,吞掉了火龙丹,向着王者领域展开进化。 军天非常有耐心,他现在只想尽快融入这片世界, 再去打探各类情报。 4月1号,如愿以偿,和贩卖情报的贩子搭上了关系,花费重金购买到有关于镇元老仙的情报。 当年古老神器杀出原初宝戒轰动一时,不过大威圣朝刻意封锁消息, 以至于关于老仙的情报昂贵得吓人。 这天地间类似于通古狩猎组织可有不少,探索各类宝藏区,挖掘古老的神器,以此生存。 军天整日混迹黑市,灰金如土,参与各类拍卖会,以宝藏猎人身份渐渐引人瞩目。 这一天,他搞清楚黑市区能量极大的女贩卖头子,与之搭上关系,弄清楚老仙消失的区域。 军天心情激动,老仙并没有被捕获,芸汐肯定还在老仙的体内,他们都安好。 然而情报的内容让他的心情紧张,老仙坠入了一片死亡绝地,坠日领。 相传这片世界曾经埋葬过神灵,圣主级的存在都不敢深入,根据情报内容分析,老仙活下来的概率仅有万分之一。 不会的,军天觉得就算自己死了老仙肯定还能活着,接着花费重金购买到关于坠日领的各类探险经验。 军天没有急于上路,经常和贩卖投资来往,买卖各类远古宝藏地,伪装成一名宝藏猎人,等待时机成熟,购买关于夏晴天的详细情报。 他做起事来非常谨慎,以造化玄黄己为借口,想要弄清楚夏晴天究竟从什么区域打捞出来的。 但是很遗憾,军天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。 时间渐渐流逝,军天对起源界有了大体的了解。 这片神灵掌控的世界,大大小小的势力数不胜数,一界接着一界,浩瀚无垠,王者穷其一生都很难横穿数十界,至于遥远大界是什么样子的。 许多资深情报员都不了解,无上势力雄霸一界,而大威圣朝掌控的大界,以数百个大域组合而成。 东神州可以理解为遗欲,从这里可以看出大威圣朝是何其的恐怖,每日能聚纳而来多少信仰火光。 这是天文树木,他们有至高的神庭,绝非普通的神庭可以媲美的,军天不清楚瓦快能否盗取。 当然在起源界中,掏开各类仙门道统不说,过半的疆域属于危险禁区,而他感兴趣的祖上危险区自然存在,危险程度不逊色坠日领。 军天整理分析,决定购置各类保命装备,去祖上宝藏区探索,或许能寻到突飞猛进的造化。 沁儿,这一日,军天意外发现徐沁入定了,由内而外都在发光,亮丽角色,曲线起伏,脸上带着圣洁的光辉,体内隐约要滋生出不朽物质。 军天惊喜,徐沁有借墓汲取能量,不需要修行都能变强,封王对他而言毫无压力。 飞门走出去,军天发现墓城来了些精锐兵马,从他们的穿戴可以看出应该是皇城进军。 这时抓扑到了什么罪犯,提前张贴黄榜,要在中秋佳节问展,军天远远观望告示台,连有打探出什么,预感有些不对劲,立刻赶往黑市区,穿过一层层火爆的交易区,后经过一位黑袍强者的带领,开启一间密室,通往一层戒备森严的地下世界,来到女情报投资的所在地。 我的大金主来了,夏晴天的情报有了,疑似被活捉,要去问展。 慵懒的声音传来,奇怪的是,根据皇宫身处传来的消息,名字对不上,问展的人是玲珑圣女的孩子夏军天,他是何许人? 他的孩子不应该是夏晴天吗?第543章斩神剑,夏军天,军天愣了愣,他被活捉了,要在月圆之夜问展,情报投资得到的消息显然是错误的,然而军天的体内钻出一股子含义,大威圣朝放出这样的情报怀着什么样的目的? 这座地下黑市交易区光线阴暗,军天所在的宫殿却格外奢华,就连地上铺着的毯子都是圣极巨瘦的毛皮做成的,可见面前的女人到底掌握何等庞大的财富? 当然与他的财富相比,情报投资的资荣不知道让多少男人疯狂,紧致的红色旗袍勾勒出无比傲人的身段,前凸后翘,个头高挑,贫笑间风情万种。 他狭长的眼眸微微上挑,肌肤白皙细腻,斜躺在椅子上,修长的眉腿紧紧交织在一起,穿着不知名的长袜,以情报投资的话这是黑丝,具有诱惑力。 他纵白的双手正在捧着黄皮卷轴观看,腰质的脸颊涌出笑意,另外还有,去年大威圣朝皇主下令,调派十万进军金南要饭,就是因为这个下军天。 十万进军,今天的瞳孔居然一缩,很快做出了惊人的推测,主命轮破风时刻或许被大威圣朝扑捉到了位置,调派大军杀了过去。 会是这样吗?如果真的是这样,去年他们从寒冤之上冲出,肯定横渡了无边遥远的路程,故此根本不在进军的封锁圈。 还有哪,今天冷静问道,这段时间从他这里购买各类情报,甚至女情报投资能量惊人,背后更有着无比庞大的组织为他服务。 我的大金主呀,私密消息和大威皇主有关,不能轻易泄露。 情报投资哥哥一笑,慵懒中带着五妹,翘起修长的美腿,水晶高跟闪烁光泽。 他的装扮很特殊,浑身上下带着成熟妩媚的气质,宛若熟透的水蜜桃般,笑叶如花。 下军天就是从封锁区抓扑带走的,军天帝上去一个储物带一货问道,这段时间他在这里消费了三十万不朽金,是一笔相当惊人的财富了。 情报投资挑了眼军天帝来的钱袋子,脸颊上散发出迷人的笑容,道,整片大狱的生灵全部都被缉拿带走。 据说是经历排查找到了,这是皇宫身处传来的消息,据说皇主龙年大约,已经靠上十万进军。 整片大狱的生灵,军天心神震颤,不动声色问道,夏军天和夏晴天是什么关系? 造化玄黄几真的被大威圣朝得手了吗? 情报投资的眼睛微眯,那可是昔日至宝榜单上的无上神兵,夏晴天从何地收获的的确引人关注。 仅仅找到一位夏军天吗?我看外面的动静不小,仅仅是斩首一位罪犯的脑袋,何至于这样? 玲瓏圣女再怎么说也是昔日的魔教圣女,这样大张旗鼓地去砍头。 军天疑惑问道,难道大威圣朝想要将夏圣王引出来? 魔教圣女早就脱离了魔教,魔教到底保持什么样的态度未知? 而在大威圣朝的刑罚大雨中,目前还关押着一批大夏府重要成员,到时候会一同问斩,难道这庄血案要落幕了吗? 情报投资柔了柔眉心,看起来略显疲倦,有些烦躁的将黄皮卷轴扔到桌面上。 持官完整无缺的神庭,以及牵连到魔教圣女,举事关注这件事的强者有很多。 他推测夏军天很重要,否则大威圣朝不会将囚犯统统处决了,如果真的能将夏圣王给逼出来,神庭的归属很快得见分晓。 夏圣王真的会杀向圣朝,军天摇头道,这可是必死的局,这可不好说呀,还记得差不多二十年了吧? 消失的夏圣王突然间回归,灭掉了圣朝一片封地,将一位王爷给斩杀了。 军天内心泛起了阵阵惊涛,这段时间他在暗中打探有关夏族的情报,但防止招人耳目紧紧打探了夏晴天。 这里毕竟是大威圣朝的地盘,黑市区或许有圣朝的密探,可他没想到当年还发生了这件事。 军天心头泛起酸楚,当年夏圣王狼拜而逃,又在自己和妹妹无法修行的情况下,满腔愤恨,肯定不会选择沉默。 他既然出手了,未来更加不会沉默。 咚咚,敲门声传来,情报头子坐了起来,请进。 一位黑袍牢者走来,低语道,小姐,有件事需要立刻处理。 知道了,情报头子迈着优雅的步伐走出,黑袍牢者略微皱眉, 扫了眼还停留在这里的白衣少年,以及随意扔到桌面上的卷轴。 他犹豫一下觉得连自己都看不懂,就关上门退了出去。 军天重重地坐了下来,呼吸略显急速,双手抓着头发,眼睛充血,身躯微颤。 现在距离月圆之夜已经很近了,如何去阻止? 起源界太浩瀚与危险了,就算可以找到夏圣王, 那么等待月圆之夜来临,牢狱中的夏祖强者根本活不了。 如果爷爷真的疯神了,他能坐得住? 突然间全部处决,大威圣朝或许还怀着其他的目的,会不会和东神州有关? 突如其来的变故打断了军天对未来的规划,想要立刻离开,去坠日临闯一闯,看一看能不能寻到老仙。 突然间,军天被桌面上的黄皮卷轴深深吸引。 他不由得将卷轴抓起来,涌入口鼻的是有人的水蜜桃香味,而画卷上刻录着的图案让他略微失色。 这是,军天越看越心惊,黄皮卷轴刻录着一道剑痕,充满了浩大的剑意,气势恐怖,无远弗戒,像是横骨而来的剑光,都要斩断整片星空。 剑芒红大而又可不,观望过程终身心都要被斩断,很难想象这是何等强者刻录的剑痕,充满着斩猎诸神的味道。 古老的剑痕散发着历史沧桑,存在的岁月肯定无比久远了,反傲与苦涩,倒进了剑道奥妙。 恍惚间,军天的精神意志坠入卷轴内部,犹如站在了星河风暴中,隐约间看到一道古老的身影,拎着大剑,展落漫天大星。 好恐怖,军天不由得颤力,觉得被剑光被撕裂了,身躯都无法承受,原神都要炸开,觉得有粗大的剑光灌注到肉身中,要将其给摧毁。 他强忍着毁天灭地的恐惧感,仔细望着激荡的剑光,那种劈开九天十地的威势,斩猎万神的气场,越发的浓烈了。 每一株草,每一朵花,每一粒沙都渐渐变了,孤笑着剑芒,滚滚翻腾,可烈诸天。 斩神剑,隐约间,有横骨而来的阴节绽放在精神石海中,上斩天神,下斩邪魔,翻腾出的剑光永不熄灭。 斩天沉浸在里面不可自拔,从没有见过如此霸道的剑意,有我无敌,气吞天下。 甚至他发现一个极为惊人的现实,这等剑意隐约和三剑归一斩大圣有些神似,难道是一脉相传不成? 越来越霸道了,斩天看得越深,脑瓜子都要炸开,金色轰隆隆隆隆作响,幸亏这段日子他艰苦修行,原神双修,阴阳轮转,魂体旺盛无比。 金色轰隆已经开始滋生不朽物质了,斩天掌握大量的绝品丹药,原神无时无刻都在壮大,勉强具备王者领域了。 金色轰炉散发出不朽的神光,抗住划过金神石海的剑光,但等待他看到最终,犹如亿万恐怖的剑芒插入眼球。 扑,斩天忍不住去可雪,一时间昏昏沉沉的,不过他的悟性何等惊人,猛地推测这很可能是其首饰。 这是什么样的剑道,真的有些匪夷所思了,这一道剑横带给的震撼感,如同昔日观摩白衣公主苏玄清以斩道绝削掉黄金狮子道横般,深不可测。 苏玄清的斩道绝不用说了,归剑一扫都能把军天的道横给削掉,可怜的小狮子固然重振雄风,觉得成为了撞小伙,擂台上终究难逃一死。 哦,军天的身躯发光发热,以可怕的悟性推算出修行窍门,全身脏腹蒸腾出一场璀璨的剑芒,连同毛孔,瞳孔,发丝,口鼻,都涌动出剑光。 这一瞬间,军天宛若化作盖世剑体,充满了无比霸道的攻击力,天灵带都在吞吐冲天的剑气,差点把宫殿给轰出一个大窟窿。 这好像是一门,针对肉身的剑道神术,真的是另类的体术吗? 军天做出了惊人的推测,以强大的生命力呼啸见光,犀利绝世。 大成疾到今生的强盛无荣质疑了,身躯化剑胎,犹如不灭的剑体,都要斩尽世间王者,杀出无敌领域。 这时间,军天睁开了眼睛,映入颜面的是一张异常夭制的面孔,鲜艳的红唇,吐息如蓝,快要贴在他的脸上。 军天吓了一跳,刚要站起来,情报投资水葱般的御手落在他的肩头,居高临下,无比霸道地开口,别动,让姐姐好好看看。 第544章坠日领,情报投资站在这里很长时间了,脸上闪出许多情绪波动,一直到军天体内呼啸见光的时刻,眼底有震惊,欢喜,但是更多的是匪夷所思。 这张黄皮卷轴他已经翻阅了很长时间,但是始终不得其法,可是军天仅仅用了三天就弄清楚了修行窍门,并且贯通了。 这是什么样的悟性?他觉得面前以超级宝藏猎人自居的少年充满了一层迷雾,如此精实的悟性难道不应该败入仙门道筒修行吗? 何须行走在威胁秘境去捕获财富,军天招架不住情报投资的性胆与撩人,连忙站了起来,道,不好意思,我刚才被吸引,随意看了看,修行了你的剑术,当然我会补偿。 你真的都学会了,情报投资笑也如花,腰质的脸颊热情似火。 刚看几天哪能学会,回同我们交流交流。 军天回应,交流,情报投资的嘴角微微一抽,旋即正色道,这可是我家祖传的剑术,偷学可是要挖掉双眼,抽走原神的。 你可别夸我,祖传的剑术扔到桌面上。 军天觉得他要狮子大开口,索要更多的不朽经。 那是因为姐姐相信你,可是你怎么能偷看姐姐的宝贝。 情报投资称怪一笑,当年念你是出饭就下不为例了,不过你要把刚才修行篇章全部默写出来,一个字都不能错。 小姐,小姐,敲了好几次门的黑袍老者担心发生什么意外,不由得闯进来,当看到一男一女贴的有些劲,脸色顿时拉了下来。 他走来,古板的面孔充满了严肃,缓缓伸开双手,将它们分开,不跃道,小姐,要注意。 刚说完话,留意到军天拎着的黄皮卷轴,眼皮狂跳,道,斩神剑的骑手是,怎么在你小子手中。 误会误会,刚才不小心拿在手里,军天联盟将卷轴归还,别看这个老头子看起来普普通通,实则是一位圣道领域的强者。 曾经他推测,情报投资应该是属于通骨狩猎组织的强者,不过圣道强者既然跟随他左右,规模组织绝对超过通骨狩猎。 他心里有些犯嘀咕的事,完整的斩神剑恐怖到了什么层次。 黑书,这是我拿出来翻阅的,和它没什么关系。 情报投资打了个哈欠,懒洋洋回应,盯了军天这么长时间有些累了。 小姐啊,这斩神剑的骑手是阅读起来会伤神,这篇见到篇章想要修成太难了。 黑书叹了口气,军天没有觉得有多难,问道,斩神剑是什么层次的秘法。 逆法,黑书瞪了眼军天,道,你连斩神剑都不清楚。 这可是最恐怖的剑道神通,至宝演绎而成的完整秩序篇章,在起源界是最强的十大神术之一。 斩神剑,至宝,军天动容,难道天渊剑和斩神剑有些关系? 在久远的历史上,斩神剑是至宝榜单上的十大至宝,不过因为遗失了无尽岁月,明号已经从榜单上消失了。 老者的话让军天类心犯起惊涛,十大无上至宝。 这是什么样的概念? 他很难去理解,毕竟他连神器都没有,更别说至宝了。 警报头子一样的眼神扫视军天,道,回头把你悟出的篇章默写出来。 黑书忍不住吃笑,一个小小的道藏及默写斩神剑开篇。 传出去多半能被人笑掉大牙,一定,我还有事先离开了。 军天点头,哽一等,警报头子名模好齿,笑了笑,你要是逃了怎么办? 军天瞬间提笔刻写,三下五除二完工,这让黑书如同看白痴一样盯着军天,写的什么破东西。 杂乱不堪,垃圾,黑书在想如此精明能干的小姐,怎么被这小子三言两语给框了? 讲到这里他内心一叹,斩神剑完整天张快成为小姐的魔障了,这些年他吐了好几万心头血都没能梳理出来帮助小姐,有愧啊。 警报头子无比小心捧着纸张扫视极眼,有些看不懂,簇没道,我说宝藏猎人,想不想跟我去皇宫走一趟? 你能尽得去皇宫,你该不会是宫里的娘娘吧? 军天心神震动,着打,黑书气的鼻子都歪了,什么格局,警报头子哼了一声,逼上去一张紫光闪闪的邀请函,上面刻录着宝财楼三个字。 宝财楼,军天无比惊讶,这段时间混迹在黑市岂能不清楚这个无上势力,也看名字土的吊渣,实则是起源界排名前三的超级伤猛,更有无上至宝造化风炉坐镇。 而这张邀请函正是宝财楼的,根据他的了解能得到宝财楼拍卖会邀请函,皆是来历惊世的人物。 不过想到情报头子的财力他就不意外了,旋即摇头道,我还不准备去皇城,准备走一趟坠日岭。 黑书强忍着笑容,给情报头子识眼色,这小子是个白痴,我们赶紧出发吧。 你去坠日岭,情报头子对军天充满了浓浓的兴趣,道,正好,坠日岭正在喷发能量狂潮,太险的时刻来临,我陪你走一趟。 小姐,那坠日岭太危险了,我们还是不要去了。 黑书忍不住提醒,心里纳闷这小子使了什么坏手段,难道不顺路吗? 他扫了眼黑书,道,快去准备吧。 黑书狠狠瞪了眼军天,脸瞪黑了。 军天根本没有理由拒绝,坠日岭就是吃人不吐骨头的绝地,有他跟着安全上有保障。 他迅速返回家中,整条街早就被军天买下来了,几时重盛及法阵笼罩,遭遇危险瞬间可以扭曲空间离去。 徐沁沉浸在修行中,包括小琴琴正在储蓄能量破关,望着他们军天心情沉重,无论如何他都要去皇城走一趟。 军天并不担心身份泄露,他早就黑市购买了一件壁体圣衣,纵然是圣主在他面前也看不出端倪。 空,离过多久,军天的道府走出一道强盛的法体,盘坐在天地间。 我该出发了,军天最后看了眼徐沁掉头离去,前路凶险就算他们破关也不能让他们前往,现在距离月圆之夜不到一个月了,接下来的大风暴不知道会如何落幕。 夜幕降临,古老的木城朦胧一层清灰,一辆巨型战舟拔跌而起,横过苍宇,庞大的不可想象,这是圣主级的战舟,价值昂贵的离谱。 战舟比军天掌握的圣级战舟强盛十几倍,未来若是可以购买一辆,足以横行一方。 军天知道了情报投资的名字,龙云,到底什么来历他没说,军天也没问。 坠日岭距离这片世界并不遥远,沿途中军天留意到有大批战舟向着坠日岭横渡。 军天以前了解过坠日岭,冒险者的天堂,一旦能量喷发时刻会有大批探险者涌向这片世界,打捞宝藏。 看到好几辆圣主级战舟了,军天惊异,龙云正在翻阅一般古书,道,这一次坠日岭喷发的范围很广。 据说已经有人挖出了好货,遥想当年坠日岭最恐怖的一次喷发,都有神药踪影险形,惋惜的是从没有人得到过。 神药,这则隐情我没有听说过,军天动荣,神灵都眼红得大造化,价值比完整无缺的神器还要贵重。 相传就算是圣者仅剩下一滴血,都能以神药重塑肉身。 浩瀚的大世界其欲无尽,曾经有人挖出过特殊的神药,结果吞服恋化直接封神了,这大概率恐怖了。 坠日岭出土过太多的宝物,曾经连残破的质宝都挖出来过。 龙云和尚的书籍,道,在古老年代中,传闻有一位神灵受缘干枯,举足弓向坠日岭想要挖出来神药,结果一个活着回来的都没有。 今天心神沉重,老仙闯入了坠日岭深处,不知道情况如何了。 启元界有那么多仙门道统,难道没有人可以攻得下来挖走神药? 今天困惑,想要强攻自然能拿下来,但很大的可能性是得不偿失。 龙云脸上带着迷人的笑容,道,漫长的历史过去,这些危险区都滋生出了大灾大难,神灵拥有悠久的寿远,想不尽的荣华富贵,谁会拿命去舔。 这时间,圣主极战周恒度的速度渐渐缓慢了。 军天感受到无比炽热的波动,在遥望的地平线尽头,像是不朽的蛮受镇守在天边,像是巨型火域在燃烧。 这温度有些逆天了,远在万里之外军天已经通体燥热,接近千里区域觉得被夹在火上烤,当彻底接近如同在面临无穷的太阳在燃烧。 坠日岭,航大无边,相传能深入百万里,他从未熄灭过,如同具备某种生命,岁月一时无法磨灭。 刚刚来到这里,军天发现一批强者,有人背负的镰刀和死神的镰刀无比神似。 军天的面孔有些冷,对这个组织深痛欲绝,东神周有太多的生灵残死在他们的手中。 还有连威,当年固然被他给击毙,但是他以圣炉炼化了数千万生灵,这是一笔滔天血债,也是惨祸发生的根本原因。 通古狩猎来的强者满怀期待,根据死神镰刀与老仙一战的画面中推算出,镇元老仙的体内似乎还储藏着八件神器。 期望能顺利吧,他们眼神灼热,东神周一战败得太惨烈了,陨落了六位蜂王强者,最终什么都没有得到,仅有一个叫瞒云林的蠢货被送到了组织。 第545章九龙碑,坠日岭的外围区域很热闹,接连有大势力的强者接连横度赶来,期待坠日岭能量喷发时刻可以挖出来好东西。 均天留意到龙云去了方市区,他身材火爆,妖娃妩媚,卖着黑丝大长腿,无论走在哪里都是焦点。 刚采摘的吞月果,快来啊,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。 吃起梅红彤彤的果实,吞吐太阳精气,苛苛饱满精盈,属于坠日岭的特产,但价值极为昂贵。 均天惊讶,这太贵了,不过瞧见龙云直接扔出去钱袋子,统统购买了,忍不住道,这些果子的价值快十万不朽金啊,就这样买了。 他都心疼了,什么是财大气粗,甜啊,龙云轻笑着咬了一口,能看出是大补之物,翘脸变得红扑扑的,更为艳丽四射,气场实俗犹如女王,还不忘记递给均天一枚。 均天惊叹,太大气了,原来这就是富婆。 不过还没有等待他品尝发现被黑书给夺走了,老头子黑着脸道,年轻人,这吞月果算得上市大威圣潮的贡品,吃多了对身体不好。 均天恨不得给他一脸斜印子,能看出吞月果属于大补之物,壮大肉身的生命活性,洗礼血肉。 这时间,均天留意到一个玉葫芦,看起来有些粗糙,不过装填着磅礴的太阳精华,葫芦嘴像是火山口在喷发。 他问了问价钱就信信离去,这片方市区的确有难得一遇的珍品,然而都太贵了,不过多数都是残破的宝物,没有什么研究价值。 如果花磊能隔绝热物质就好了,均天瞅了瞅到府内的银色花磊,以坠日灵涌动出的温度,圣宝都很难长时间隔绝,更别说深处的火域了。 终于有动静,坠日灵第九次喷发要来了。 惊呼声传来,这片区域成片,今天迅速赶了过去,古老的坠日岭横谷长存在这里,在遥远的大地尽头,已经有红色的浪潮在翻腾。 几先看不出有太猛烈的波动,然而那浪潮很快咆哮起来,犹如混沌大海在起伏,爆发出震天动地的巨响。 空谋,天地像是闸开了,许多人都失聪,一味老圣主惊骇道,这动静。 超出万年来喷发的记录了,难道真的有大块头要喷出来? 今天首次得见这等奇景,如海的烈焰汹涌而来,淹没了一层层世界,等待波及向外围区域,如同太古巨胸张开了雪盆大口,要焚烧所有的强者。 然而坠日灵却爆发出无比奇异的魔力,没有任何物质喷发到外界,相反逆流到内部,重新回归深处。 许多一高胆大的探险者临近,迅速打捞缓慢撤走火海隐藏的奇珍异宝。 真的有东西,君天神目如电,某位走了狗屎运的强者捞出来一枚紫光闪闪的残片,顿时引发了轰动,有人断言是神奇古镜的残片。 啊,亦有着惨叫声传出,一片强者被突然躁动的火海波及了,顷刻间灰飞烟灭,侥幸活出来的通体焦黑,光着屁股嗷嗷狂逃。 君天无比果断起用八号战天杯,激活镶嵌在内部的法眼,洞悉力狂飙了无数倍,像是古老的神灵在俯视缓慢撤退的火海。 坠西间,君天洞察到一大片宝物藏匿在火焰中,他迅速判断价值,定位到吞吐龙形光束的器物,带给他古老的蛮荒之感。 宝物,君天刹那间冲了上去,惊得黑书看白痴,龙云下意识心头一紧,想要提醒君天不要靠近,但是他已经临近了火海。 缩地成寸,龙云惊讶,虽然不是专属于各大势力的惊世神通,但是有资格掌控完整版缩地成寸的可是很有限。 他摸了摸下巴,这家伙的秘密真够多的,难道是某位超级势力培养的弟子入室修行? 空,万道冰化作银色神边,君天遮蔽内部的潜能,策略一片火海,一下子卷住了吞吐龙形光束的器物。 但是打捞过程中并不顺利,使钱大鱼在内部挣扎,好在君天肉壳强大生猛,犹如人中圣体在燃烧,活生生将其拉了出来。 快看,矛头小子挖出来个大块头,一群来历极大的强者大惊失色,捞出来的器物无比耀眼,短时间取代了天上太阳的光辉,刺得人眼睛都睁不开。 黑书瞪大了眼珠子,走了什么狗屎运?龙云忍不住笑出声,扫视着君天镇压的青铜器物,这竟然是一尊酒杯,九条铜质小龙趴在杯体吞吐金色的神光。 境无完整无缺,没有任何的缺陷,经得老圣主都眼红,道这是酒龙杯,神灵的专属酒杯,但是举是神灵能有几位掌握酒龙杯? 瞧见一群为上来眼红的老帮子,君天心里反倒是高兴不起来,一个喝酒的杯子对他而言没有太大帮助。 这酒龙杯称得上空间领域的宝物,可以装填大海,一旦激发酒龙吞吐神光,如同闲着小太阳,用这杯子喝酒就算是白开水都香喷喷的。 哈哈哈哈,传说中的酒龙杯,好好好,大笑声传来,钟气十足,一位身穿蛟龙袍,气质尊贵的男子走来,排场极大,跟随上千铁甲士兵,充满了恐怖的肃杀气。 福盛,一群想要购买的强者纷纷退走了,这位可是大威皇主的心腹,有资格登临至高神庭,权威滔天。 乔友,开个架,福盛神采飞扬,龙行虎步而来,审视着面前的白衣少年,散发酒居高位的大威严。 原来您就是福盛大人,君天望着福盛,好像要将他永远都记在心里,海枯石烂了都不能遗忘。 甚至,他可以感受到福盛体内流淌着的血,是属于夏族的族血。 君天有碧体圣一并不担心被福盛洞吸到,他的内心者杀意,当年就是这位秘宝大威皇主,导致大夏府家破人亡。 君天真的没有想到,这么快就和他遭遇了。 当然福盛并不姓夏,他母亲却是夏族人,福盛自幼天资出众,在大夏军中屡立战功,胜得夏圣王的赏识,还娶了夏族一位重要成员。 他究竟是如何发现神庭的君天并不清楚,总之大夏府的面门惨祸皆是因他而起,这当中的仇与恨实在是难以分说。 福盛才大气粗,开出了一百万不朽经的天价,引发了轰动。 陛下寿宴将至,如此礼物必将能让陛下龙年大月。 福盛笑容满面,不认为君天会拒绝,为了九龙碑他可以倾家荡产。 他相信陛下看到此物,绝对能笑得何不龙嘴,以体现他对陛下的孝心。 黑书内心一沉,走上去想要和君天说道说道,毕竟被龙云的目光制止了,暗中传音,我想要。 抱歉了福盛,此物我已经卖给了别人。 君天已经拒绝,我,卖给谁,我可以出双倍。 福盛的面容一冷,还以为君天故意要抬高价格,谁知道黑书果断走来,不嫌不淡道,九龙碑,已经被宝财楼拿下了。 宝财楼,福盛皱眉,道,宝财楼也是做买卖的,九龙碑需要多少开个价。 宝财楼的拍卖大会很快开启,福盛想要可以去竞拍。 黑书一点面子都不给他,对于福盛他讨厌得很,大夏府成全了他,结果挥动屠刀大肆屠杀。 他很清楚当年夏晴天调派大军杀来的百万兵马,几乎被他吐露一空。 那是何等的惨烈,百万中魂葬鱼下族封地,天地为目,但是引发这庄雪岸的福盛,现在却在朝堂上停不清云,成为铁胆忠诚的福盛。 好一个宝财楼,福盛的面容很冷,碍于这里强者众多他没有开口,临走前冷冷扫了眼君天,像是冷血的恶兽盯着他。 今天感受到无尽的沙翼笼罩了身心,如果不是黑书站在这里,下一刻断然人头落地。 福盛,康家,今天屹立在赤红的天地间,披伞的黑色长发迎风飘舞,凝望着福盛闯入坠日岭的背影,拳头悄然间紧握。 第546张神要踪影,龙云感受到福盛若有若无的沙翼,冷哼一声,瞧把他厉害的,宝财楼都胆敢质疑,不过是为皇室服务的狗腿子, 还真把自个当头算。 小姐,靳言,黑书提醒了一句,这里人多嘴杂,若是被盛朝强者听到了会惹来麻烦。 这时间,黑书将刚才夺走的吞月果重新递给了君天,道,小伙子表现得不错,酒龙杯都能挖出来,从现在开始老夫承认你是超级宝藏猎人。 君天没有说话,情绪有些低沉,他望着渐渐远去的火海,发现在逆流的过程中,坠日领外围区域的温度大幅度降低,成群的强者跟着冲到了里面,准备挖掘各式各样的特产。 君天摸了摸下巴,留在这里以法眼挖宝。 很快他打冷颤,谁会走了狗屎运接连挖出好东西。 刚才他挖出酒龙杯已经引起不小的风波,接连挖出宝藏不被人盯上才怪。 女贩子,我们跟进去看看,君天卖部走了进去,叫姐,情报投资顿时不乐意了,不过还是一脸开心把玩着酒龙杯,将其送到宝财楼去拍卖。 君天自然没有任何意见,现在他准备临近中部区域,以法眼搜索深处,或许可以寻到老仙的踪影。 不管能不能和老仙建立联系,只要能看到他平安,芸汐自然也是平安的。 如此来说,占天杯镶嵌的法眼,岂不是比神器的探索力还要恐怖。 君天在心里暗雨,现在有了八号镇天杯和银色植物隔绝冷物质的能力,肯定能对祖上宝藏的展开强有力的探索。 坠日岭的环境面貌就不同了,亦望无际的赤红猎土涌动着滚滚岩浆,有些区域的确孕育出了稀有药材,各式各样的矿物质。 一路上,君天暗中借助占天杯,发现有些猎土中扎根着宝药,更有些地方沉淀着太阳宝叶,当真是居行宝藏区。 亦有着厮杀式传出,有人挖出来一株罕见的太阳花,药箱都传遍了上百里地,引发了强者来争夺,这可是炼制圣丹的主要。 坠日岭太大了,君天没有打算挖掘宝藏,然而发眼探究到一块无比赤剩的光物质,他忍不住翻开一层极深的猎土,打出上千丈的深坑,将其狠狠捞了出来,赤红的神铁无比耀眼。 天外陨石,黑书眼红了,这小子长了三只眼睛不成。 龙云都呆了呆,运气是不是太好了?九成九的探险者趁着外围区域开放都急难挖出一株灵药,更何况是天外陨石。 当然他没有多问,这块天外陨石是锤炼圣兵的主材,不过这一块太大了,少说可以锻造好几口。 君天猎恶咧嘴,事实上他所好巨大,要扭动发眼需要消耗无尽的神力,迅速一旦要补充,保持巅峰状态。 当留意到一批强者迅速接近,黑书的面容微冷,体内蔓延出衣缕胜微,惊得这批人慌忙逃窜。 君天顿时绝了继续深挖的念头,万一打捞出大块头,黑书震不住场面可就糟糕了。 啊,轰然间,某片区域犯着火光,不及了数位强者,一下子就炸成了截灰。 快接近中部区域了,黑书道,不能继续深入了,一旦触碰到可怕的地势可以练死圣者。 你们感受到了什么没有? 君天有些好奇问道,这片世界好像在呼吸。 年轻人,别飘了,什么呼吸声? 黑书正在全力探索这片世界,以防止坠入危险区。 君天皱眉,身躯隐约与坠日灵产生了独特的感应,想要埋在这里聚纳太阳精华,盗取天地养分成长。 生命起源路,能汲取大世界的精华物质,反普肉身,从而让生命体展开进化。 现在他与坠日灵产生了某种联系,聆听到了呼吸声,像是站在庞然大雾的肚皮中,这片世界都在进行吐纳。 君天晴不自禁接近,果真呼吸的节奏越发的强烈了,他的生命体征蠢蠢欲动,要效仿呼吸节奏进行吐纳。 我也感受到了呼吸声,龙云惊讶,扫了眼黑书发现他在沉默,顿时玩耳。 黑书像是皮猴子哼了一声,有种奇异的魔性,这小子接连踩到狗屎了,摸到了通往深处的洁净小路。 留意到龙云的眼睛亮晶晶的,黑书连忙提醒,不能去,太凶了,虽然曾经有人误打误撞摸到了洁净闯进去,然而带着宝藏活着回归的。 屈指可数,坠日岭犹如巨大的熔炉,深入很容易迷失,但有些特殊的地势如同踩在折叠的世界上,很容易可以接近深处。 甚至,呼吸节奏渐渐强烈了,前方的世界开始了细微的起伏。 龙云的面孔民众,望着军天发现他停留在原地,胸膛随着呼吸节奏缓慢吐纳,通体流淌一层赤红流光。 恍惚间,他发现军天的身影有些模糊,像是从坠日岭深处走出来的远古战神,有着难以理解的岁月沧桑。 这家伙的悟性到底有多可怕,龙云眼底略出金融,空,军天的心跳发出强有力的震动,聆听到了呼吸声欲发的可怖,如同长达百万里的巨凶折服在这里呼吸,他洞悉到至强的生命体征。 他忍不住要坠入深处,随着他展开最强的生命成长,化作盖世无敌的巨凶。 这让他的情绪无比热烈,坠日岭对生命起源路的成长特别重要,然而他突然生出了某种预感,如同真的闯进去,多半能被活活练死。 8号,军天双目大争,战天杯的法眼开启了,洞悉力无限狂飙,洞悉到源头区域,恐怖的红光正在呼啸。 这里巨大的海眼在旋转,一呼一吸,一气一伏间,一颗颗金色大日飞出来,悬挂在苍穹上,疑似在阐述他的道。 军天身心震撼,这画面未免太吓人了,百万里皆是浩瀚的一场世界,充满庞大到不可思议的气象。 如果我能初步修成起源仙体,或许有资格在这里前修。 军天在心里暗语,坠日岭的格局比火龙骨凶狂上百倍,如若采摘到造化物质,未来成就圣进强者还难吗? 同一时间,军天以法眼探索坠日岭深处,想要扑捉到老仙的踪影。 那是什么,有生灵,突然间,军天的眼睛阵阵刺痛,扑捉到一头盛烈燃烧的神情,黄金羽毛蒸腾鲜灰,都要开裂苍穹。 他的体型弹不上太大,仅有拳头大,更像是某种轮廓,孤笑天地,散发着神性光辉。 三族金屋,这该不会是一头神灵巨凶吗? 坠日岭育育出的巨凶,他吃了一惊,长有三族的金色神情,在他的视线中一闪而是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 军天范狄咕,继续展开搜索,惋惜的是一无所获。 老仙难道藏在某处借助坠日岭的能量恢复? 军天在心里狄咕,以老仙的神通配合起原精,难道看不出坠日岭的格局? 随着坠日岭去呼吸,他认为可以补获坠日岭的精华。 军天更认为,这是绝佳的取暖资源,军天的心神很快回归,累得脱虚,迅速以丹药补充,同时好奇问道,刚才看到了一头神鸟。 你说什么,身处有活着的神鸟,黑书吓了一跳,三族金屋,天哪,真的是那一株神药,他竟然还在这里面,已经活了几十万年了。 根据军天的描述黑书无比的震撼,这是无上大造化,天神来了都要折腰。 神药,军天有些猛逼,苦涩一笑,天边一闪而逝的影子是神药,我还不如不看到,又得不到,留意到黑书仅仅只是眼红与垂胸顿足却没有露出恶念。 这让军天松了口气,和他们相处了这么长时间自然清楚他们守规矩,不过八号战天杯的能力终究太惊人了。 事实上,这并非法眼最强的状态,他仅仅能激发部分威能。 就在这时间,军天留意到远处一位背负死神镰刀防品的强者。 他的脸色冷了下来,这位银袍老者掌握探测宝镜,不断向着深处探索。 军天的脸色更冷了,通骨狩猎在搜捕老仙吗? 老仙和死神镰刀交过手,肯定带回了有价值的情报。 天火宝石,银袍老者突然惊呼,他掌握的探测宝镜相当恐怖,在猎土中映照出一颗拳头大的红宝石,意义生灰,像是小太阳般。 他迅速挖出宝石,自主沉浮在虚空中,银袍老者的嘴角差点裂到耳根子上,此物深的大人物喜爱,悬挂在洞府中照亮天地,能可以接引太阳精华,永远都不会熄灭。 好漂亮的宝石,能不能卖给我,龙云的眼睛一亮,摇曳着走来,在这片熔炉般的危险世界,以他的美丽与妖娄很容易让人释放原始欲望。 宝石再漂亮,岂能比得上美人,银袍老者眼底闪出火热,肆无忌惮扫视着龙云这张腰致的面孔,身上已经有了很强烈的反应。 在他看来,龙云的价值肯定超过贴火宝石。 银袍老者虽然刚刚疯亡,体内吞吐的胃压依旧恐怖,压得这片世界动荡,逼向了孤身前来来的龙云。 黑书刚要走过去教育教育,结果发现他的脑袋没有了。 银袍老者都不清楚发生了什么,脑袋砸在地上,见射雪光,瞳孔刻满了恐惧,匪夷所思望着拎着银色常见的白衣少年。 我们有愁吗?他的嘴唇颤抖着,不清楚刚才发生了什么,就有见光划过他的脖颈。 你怎么把他的头给砍了?黑书还没有发威他就躺下了,很不爽。 军天把他的头给踩到猎土中,冷酷的面孔没有感情色彩,像是在做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,淡淡道。 戒毒美丽的龙云小姐,得死,第547章造化轰炉,咯咯,龙云笑得花枝乱颤,很没有形象,减养后合,身材曲线汹涌起伏,刹那间的妩媚风情都要让人沉沦进去不可自拔。 小姐,形象,黑书气的吹胡子瞪眼,恨不得掐死军天,这小子该不会想要棒腹婆吧? 他没有岂能理解军天对通骨狩猎的恨意,若非这里强者如云,胜者横空,他胆敢出手将通骨狩猎来的强者统统轰杀。 军天并非没有这个能力,固然还是道藏籍,但是极限领域的极道精深,赋予他超强的作战能力。 什么事情如此开心,能不能和本圣分享一二,冷漠的话语陡然间传来,苍穹渐渐阴沉下来,一场恐怖的圣威在弥漫,影响了这片时空。 龙云脸上的笑容不减半分,依旧轻松自若,乌黑的秀发随意披散在流腰,眼波流转,红色鲜艳,旗袍笼罩身段。 黑树的脸色则是冷了下来,望向远方走来的影子,压来的大圣威压愈发的浓烈了,军天感到了窒息。 浮圣龙行虎步,由内而外透着大威严,看起来并不衰老,站在鼎盛时代,如同高高在上的皇者在俯瞰众生。 空谋,大军跟着压来,上千甲兵气血滚滚,气息连成一片,犹如神魔处立在天地间,有人背负黄金大剑,有人拎着青铜战矛,有人握着巨型盾牌。 这是一股精锐,无论杀到哪里都能引发一场腥风血雨,皆是浮圣亲自栽培的嫡系军队,由通天禁语到藏籍组成,五位领军的封王强者。 浮圣满头浓密的长发乱舞,体现出一副手握滔天权势,把握天下的姿态。 他冷烈的目光无视了军天,在龙云身躯上停留了一下,继而居高临下审视着黑书,淡淡道,想要欣赏一下九龙碑亚。 这件事都快成为他的执念了,念念不忘,想要为陛下夺来。 拍卖会上可以尽情欣赏,黑书没有什么霸气与威严,但能看出他无比的镇定。 小小的愿望都不能现在满足我吗? 浮圣满笑了一声,单臂拎着一口大脊,盘握一头粗大的青龙,蒸腾着一道道龙形光束,贯通苍穹。 这是一口青龙脊,锋芒绝伦,大圣级的兵器,曾经是夏晴天的宝物,现在被他执掌战力暴涨了一截。 空梦,他稍稍地发威,赤红的猎土崩出了粗大的裂痕,见射而出如海的岩浆,波及层面广袤。 啊,这注定是一场灾难,远方成群挖宝的修士惨叫着,被烧成了一大片结灰。 大圣强者,活着的强者发出恐惧的哀嚎声,纷纷逃向四面八荒,对于他们来说别说是大圣了,一位圣人在面前发狂都要绝望。 坠日灵虽然是巨型宝藏世界,更是练死过神灵,不过一般而言圣者不会闯到这里来探险,因为漫长时代过去,外围区域的宝藏全部暗被挖空了。 浮射你可真够威风的,当年不过是大下府的风王强者,短暂几十年竟然修炼到这一步,看来当年你的选择是正确的。 黑书几笑了一声,浮尚面色如常,唯有话语冰冷,道,大下府谋反,身为臣子里当揭发,你可有疑义。 不敢,不敢,黑书大笑一声,这样最好,浮尚眼底略出冷意,我若为圣,他还能活着站在这里吗? 今天的身心翻腾出阵阵寒意,但是他什么都做不了,只能眼睁睁看着大下府面门的罪魁祸首。 浮射能有现在的成就皆是踩着大下府的尸骨爬上位的,当年更接管了大下府的诸多宝藏,康家跟着迅速壮大,已经是圣朝内炙手可热的庞大势力。 陛下寿宴将至,这九龙杯当真不卖吗? 浮射再一次问道,看到黑书都懒得回应仅仅是摇头,他浑身激荡的胸威更强了,背后都呈现出巨大的法相,挤满星空。 军天经不住扬起头,三头六臂的法相巨人耸立在星空,俯瞰着这片大地。 他心惊,这就是大圣层次,简照出贯通星空的意象,充满了无与伦比的大环境威压,惊动了远方大地的强者。 那是,今天的瞳孔巨人一缩,留意到浮尚法相掌握的宝塔,十八层高,神圣而庄严,里面盘坐着一位未金色战神。 十八位战神宝像庄严,吞吐大道神音,皆是以不朽物质锤炼而成的不灭金身,常存在宝塔中,像是十八尊圣主坐在里面。 军天的血脉忌动,险些被宝塔散发的气息给惊醒,万幸他有鼻体圣衣。 战神塔,黑树的面孔变得凝重,这是大厦辅镇压族运的宝物,日日夜夜祭练了数万年,距离化作神器仅有一不知遥。 应该叫他福圣塔,福圣但笑了一声,酒龙杯在下诚心购买,开个假吧。 我若是不卖,阁下还要强行动武。 黑树反问,福圣的眼睛微眯,残冷一笑,比人从不强买强卖,这味道有看起来面生得很,你我切磋一二可好。 他觉得黑树的底气很大,想要进一步试探他的来历。 小姐,我打不过他,黑树望向龙云,很硬气地说道,主要是战神塔经历数万年的沉淀,十八座战神法体太过惊人。 福圣皱眉,认真审视着龙云,他们难道是主仆关系? 不忠用,龙云瞪了他一眼,晶莹的峨谷闪烁宝灰,冲出一件紫色铃铛,轻轻摇动间,军天头疼欲裂,使海内的金色险些差点炸开。 他忍不住道西凉气,难道是圣主级的原神宝物? 然而接下来他目瞪口呆的是,龙云的眉心中相继飞出来各式各样的珍宝,有小钟,有小印,有如意,有宝炉,有御剑,有银刀,有道徒。 整整三十六口气物排列在虚空中,军天的眼睛都瞪直了,女贩子未免太有钱了。 三十六件气物轻轻轻转动起来,恍然间勾勒出一片混沌海,散发着恐怖到极致的神威。 啊,这是造化轰炉,你是宝财楼的嫡系。 福盛的头皮差点炸开,一切的威严与信心被血淋淋的击垮了,风吼一声逃之夭夭,什么都顾不上了。 宝财楼和其昌盛,掌握无量的财富,更有无上至宝镇守族运,嫡系比圣朝的皇子与公主身份隐映还要尊贵一些。 现在想要逃走是不是有些晚了,福盛给我滚回来。 黑书大吼,背后呈现出一座古老的轰炉,吞吐间苍穹都倒灌其内,差点把福盛显照的法相给吞走。 轰炉,三十六件圣兵吞侠土燕,横过苍穹,上千甲兵在逃亡中惨死了一大片,漫天都是雪光,染红了大地。 军天望着像条狗一样狂逃远去的福盛,地狱,造化轰炉是宝财楼的无上至宝,位列至宝榜榜单第十名,相传是三十六件神器组合而成的。 这等至宝纵然是防瓶也极难组成,绝非破天毛和囊天图可以媲美的。 姐姐的宝物还行吧,咦,你拿出你的兵器干什么? 龙云骨子笑起来眼光四射,黑丝长腿修长笔直,腰质的脸颊雪白细嫩,都能掐出水来。 姐,以后弟弟有难,你可不能私藏宝物。 军天弹指阵剑,已经进入了战斗状态,压抑许久的心灵在雨咆哮,瞳孔射出粗大的剑光,震慑人心。 你要去干什么?龙云错愕,上千甲冰死伤过半,但雨下的精锐可不是指呼的,目前已经逃向远方。 惦记姐姐的宝物,得死,军天全身都在发光,滚滚剑光由内而外闪现,连同万道兵画作的银色大剑都在发光。 他冲上去了,身形划过苍穹,犹如一颗大心横击向了战场,向着伤亡惨重并且在逃窜的甲冰雷霆出手。 轰猛,刹那间的时光,天地间血光剑射,飞沙走时,气象狂到了极点。 军天如魔圣般,呼啸天地,纵横战场,体现出超强的战斗姿态,天上地下都画出了璀璨的剑光。 沙,军天吼碎了虚空,斩神剑的骑手势赛绽放,拎着银色大剑向前横杀,犹如在割草轰杀一片片叛军。 啊,你是谁,圣朝康家的你都敢杀,活腻了吗? 这群假兵惊骇,追击他们的少年犹如剑圣般招式大开大河,毛孔喷勃出一片片金色剑光,笼罩了这片世界,禁止任何人撤走。 找死啊,大藏极胆敢对我们出手。 一位恐怖的凤凰强者挥动黄金大剑杀来,劈出万丈剑芒撕开军天的护体神光,大手轰向他的前胸,不朽神力咆哮。 军天肉身晃荡,像是圣炉被打的颤力,然而击中他的强者掌心发颤,如同砸在不朽的神山上。 这是什么肉身,他的掌心四分五裂了,恐怖的生命体不可触怒,更着较为熟悉的剑意。 外话见到,他发出惊恐的颤抖声,下族的余孽。 这怎么可能,当年圣朝近那一切与下族有关的族群都被我族清理干净了,你是从什么地方活下来的? 我叫夏军天,军天挥动拳头打得他肉身破烂。 第548章徒手接圣兵,这不可能。 身躯烂调的王者发出惊骇的吼声,情绪瞬间失控了,不是说夏军天已经被镇压了吗? 等待月圆之夜就要问斩,见如今活生生的夏军天就站在这里,魔教圣女的第二个孩子,到藏即具备轰杀王者的战力,他比当年的夏晴天还要可步。 天地间彻底被剑光给笼罩了,任何声音都无法传出去,唯有四天烈海的杀意在狂暴,远远望去犹如伴随着落日灵起伏的金色神奇。 他的身形强健而又鹦鹉,充满着令人颤厉的杀意,像是闯出恶土的魔王般,震慑敌胆。 有什么不可能的,我现在活得好好的,未来自当登林康家,清算过往恩怨。 军天面容冷酷,通体缭绕的见光犀利无边,早到四面八荒,但凡被波及者统统惨死。 道藏籍都是一片废纸,接连粉碎在他身判。 军天像是压抑到极致的野兽,在释放原始杀意,肉身已经被鲜血染红了,短暂发泄充满了更为可怕的威严。 空谋,他极致爆发,气血滔滔,肉壳炫灿,密布极道法则秩序,冬眠中醒来等于涅槃再生,站在前所未有的巅峰。 你的天赋被封印了,就算你破掉了封印以前也无法修行,啊不对,你修行的是生命起源路。 被军天囚禁的凤王元神发出惊骇的声音,你在陈眠区得到了造化,踏上了古老的生命起源路,这就是你破掉封印的原因。 冬,军天一路向前横压,如同在捕获猎物,狩猎羊群。 他经历的厮杀数不清,东神州最终一战更是从死人堆里杀出来,康家的精锐又能如何? 啊,压来的拳印红大绝伦,打爆了几十位逃窜的假兵,但凡有人举兵器杀来统统被他毛孔喷发的剑光给撕开了。 战场已经血淋淋的,龙云站在远方观望,望着这位看起来不大的小男人,没想到骨子里沉睡着恐怖的凶器,曾经他究竟遭遇过什么样的血腥。 这时间,第二位反杀而来的风亡强者,刚刚临近就洞悉到生命层次的压制。 这让他觉得可笑,难道不应该他去俯视道藏籍吗? 然而生命层次的碾压让他难以承受,身躯都在发软,短暂时间他想清楚了,不能和他近距离厮杀,否则将会是噩梦。 他很果断激发动虚道府,欲要以大法力镇压军天。 但是毫无意义,他的反击终究太慢了,军天以缩地成寸贴在他近前,旺盛绝伦的生命在,像是可怕的神奇压在他的面前,让其肉身颤粒,毛孔喷血。 不,他妄想激烈反抗,但是毫无意义,身躯被打出了一个接着一个血窟窿,发出悲狂的吼声,被盗藏急压着打简直是齐齿大乳。 咔嚓,军天批出掌刀割掉他的头颅,瞳孔填满了恐惧与绝望,想要表明身份与来历去求饶。 我是康家的人,他吼出引以为傲的来历,肮脏的族群,未来我会登门清理,这一天更不会太遥远。 今天的神情愈发地冷冽了,弹指点碎他的精神是海,灭其原神。 空,忽然之间,一股子令人惊悚地波动蔓延而来,炸雷声滚滚针耳欲聋,这是一口完整无缺的圣宝在爆发。 仔细看是一座雷鼎,被康家最终一位王者强者掌握,翻腾出的雷光形成一片汗海,铺天盖地压向了军天。 此刻,黑书已经回归了,本想要立刻施斩手段镇压了雷鼎,不过却被龙云给挡住了,他很想看一看军天还能继续给他带来什么样的惊喜。 完整的圣气本就可不,强大到如军天的肉壳都承受庞大的压力,忍不住都要扶跪下来。 留意到黑书回归,军天的眸子凌冽起来,没有选择借助万道兵与天渊剑,之身一人迈步而来,无形中透着一股惊天的霸气。 宝藏猎人在干什么,黑书惊讶,军天之身一人压向了雷鼎,全身光芒大盛,急到神光冲天而起,他犹如黄金铸成的战神,猛地张嘴吞走了一片雷光。 与此同时,军天的大手向前怒压而来,绿天八世演绎而出,虚空都在颤立,长指尖显画出万物凋零的画面。 疯了,黑书吓了一跳,掌控至薄防品,做好救援准备。 找死,执掌雷鼎的强者大吼,银色薄鼎扫出一片恐怖的雷光,欲要震散军天的肉壳。 军天怀着莫大的勇气,大手如同黄金胶筑而成,猛地撕裂雷光,按在雷顶上,打出巨大的声响,隆隆而鸣。 纵然被反正的肉身摇动,口鼻窜血,掌心都均裂了,然而他徒手借助了圣宝。 军天燃雪的发肆乱舞,唇角擒着一抹疯狂,更觉得酣畅淋漓,忍不住长笑,充满无尽的霸气与威严。 人中圣体,悲殊无比的震惊,这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徒手去硬汗。 事实上,军天在检测肉身,超级生命体无法磨灭,特别对于涅槃再生的他而言,将生命入走行星的高点。 你,掌握圣宝的强者头皮发麻,认为如果军天体内滋生出不朽物质,可以硬汗至宝,而并非现在被震的重创。 军天流血的大手按住了雷鼎,另一只大手向前压来了,呈现出斩神剑的骑手势。 浩大的剑翼扑面而来,落在王者的眼瞳中,呈现出天神被斩手的画面,像是恐怖的大剑刺入他的身心,要崩坏他的肉身与原神。 快,这一击太快了,从军天借助圣宝到施展斩神剑骑手势,完全是电火时光间完成,雪亮的剑芒划过他的身心,洞虚道斧都被撕开了。 啊,这位蜂王强者发出恐惧的哀嚎声,以雷鼎攻向军天,掉头欲要逃离战场,但军天已缩地成寸避开,一个剑步走向前去,像是切西瓜一样斩落第三位王者。 三位蜂王者短时间被杀了,龙云的美眸亮晶晶的,性感的红唇翘起,坠日领,三足金屋,斩神剑,人中圣体,这可真是一个宝藏少年呀。 这剑光看起来有些眼熟,是什么层面的秘法? 黑书心惊的同时,有些困惑,废物,龙云一声冷笑,这让黑书挠着头道,小姐,以宝藏猎人的手段可谈不上废物,肉身滋生出不朽物质,能和最顶级的王者较量。 龙云翻了个白眼,这让黑书知道理解错误了,知之无无道,扶圣掌握种种保命手段,被他给逃到外围,继续追杀下去断然引来圣朝强者。 啥也不是,龙云无奈地摇头,望着狼藉一片战场,军天轰杀的三位蜂王强者皆是三四重天左右,而顶级的蜂王强者无论是肉身与神能都汹涌十几倍。 当然,这天地间总有些特殊的秘法,例如三剑归翼斩大圣,配合天渊剑的神威,一个照面偷袭可以抹杀蜂王强者。 姐,他们都被除掉了,军天满身时伤地回归,龙云取出一颗青色蜜丹地上去,轻笑一声,以后跟着姐姐,做姐姐的贴身保镖好不好吗? 这肃麻的娇嗔声让军天经不住打冷颤,挠着头接过丹药,在时未曾回应。 磕磕,黑书干咳了几声,军天再怎么说来历不明,贴身不太适合吧? 龙云给他的秘单无比特殊,生命源泉滚滚四亿,残破的肉身迅速愈合。 他惊异,从药力中扑捉到生命起源的波动。 军天心头一惊,看了眼笑容妩媚的龙云,逼语道,这是什么丹药? 欲含强大的生命活性,很适合疗伤,生命起源路的单方,炼制出的特殊命单。 龙云很随意说道,算不上太高端,命单比较难以炼制,祖上许多丹方所需的药材多数都绝技了,很难搜寻。 祖上时代遗存下来的丹方,你挖掘过祖上宝藏地吗? 军天问道,我倒是没有,家里有长辈曾经挖出过大规模的祖上宝藏群,捕获到生命。 龙云的脸色变得凝重,道,陨落漫长时代依旧保留栩栩如生的肉身,好像还能复活一样。 真够离奇的,军天的内心翻腾出阵阵惊涛,难道是冬眠者被他们挖出来了? 他很清楚漫长岁月过去,寒冬来临前的火种没有得到唤醒一室,随着时间流逝他们的记忆变得混恶,想要醒来困难重重。 根据老仙的说法,长时间的沉睡会让肉身腐朽,但是活下来的都是曾经人足一脉的顶梁柱。 姐,啥时候带我去看看,掌掌见识。 军天满脸的好奇,看你表现了,龙云发出魅惑般的慵懒散,眼波荡漾,一双大眼一眨一眨的勾人心魂,真像是女王。 军天心里向着猫抓的,一个劲的追问,不过龙云没有透露过多的内容,但却透露出一个信号,某些无上势力掌握祖上强者肉身。 就现在而言,这些强者肉身躺在他们的家族宝库中,当成特殊宝物进行展览。 军天眼睛微眯,如果有朝一日他们突然间转醒。 他忽然想到了庄主的话语,在祖庭的映照中魂恶的记忆会迎来全面觉醒,第一时间探寻取暖资源恢复。 假日有朝一日,祖庭的火光燃变全世界,会不会发生特别恐惧的历史变局? 第549章至高祖庭,想着想着军天呲牙咧嘴,与圣宝硬汉哪有那么容易,若非他生命体强盛已经被圣威给争干了气血,惨死在追日岭。 只不过他更为惊奇的是,在刚才潜能极致绽放的过程中,肉身传递出渴望的情绪,好像要自主滋生出不朽物质。 不依靠任何起源台,独自完成生命层次的进化吗? 生命成长路本就是从压迫中壮大,才能挖掘出肉可储藏的生命前置,他觉得这一条路应该去尝试。 军天借助丹药快速复原,接着打扫战场,生活不小。 军天将这批财富交给了龙云,等待前往宝财楼换取财富,看一看能不能买一口规模恐怖的宝物。 而今军天身家丰厚,能挪动的不朽金能有200万,九龙杯的价格肯定不低,当然关键时刻遇到心爱的宝物,可以卖掉星空鲜铁。 当然要想买到龙云这个层次的兵器,这根本不现实,质保房品皆是无价神器,更何况是36剑圣主级的兵器。 打神鞭,天渊剑,万道兵,打神鞭还好说,天渊剑剑不得光,万道兵的潜质过于庞大,不能轻易试人。 今天在心里低估,我掌握大威圣朝的至高神术,大威恶龙,能不能借机踏向大威圣朝的至高神通? 讲到这里他都觉得这个想法太疯狂了,也很难去实现,一旦被发现岂不是瓮中捉鳖? 不过军天有极为强烈的紧迫感,月圆之夜距离现在很近了,在那等恐怖的动荡中除非他掌握至宝,否则改变不了什么。 姐,你还记不记得大威圣朝境内突然开启的原初宝戒? 军天突然问道,当然记得,那地方的来历有些惊人,不过目前尚处于绝密。 龙云点头道,我估摸着月圆之夜问斩夏军天,1989和古老的冬眠区有关,由此推算那片冬眠区大威圣朝无法定位,想要通过夏圣网找到吗? 古老的冬眠区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,竟然让大威圣朝重新掀开几十年前的旧案,还如此大张旗鼓要问斩? 军天皱眉,道,是观摩教圣女,还有她的孩子,大威圣朝这么做太不厚道。 越是强大的冬眠区背后牵扯的东西越是复杂,不单单是生命起源路的研究,还有祖上遗留的宝藏问题。 龙云低语,目前我族正在深挖心坟,或许可以定位到核心冬眠区。 军天心惊,清楚心坟是堪称起源界最危险的生命禁区,自古长存,无边无际,绝非坠日领可以媲美的。 苛苛,黑书干咳了一声,传音过来,我的大小姐,您怎么什么都和她说,万一把情报卖出去了如何是好? 你别说话,龙云懒得和她多说什么,单凭军天悟出了斩神剑的骑手势,她的价值比神七还要贵重,更想将军天拴在自己的身边。 突然之间,一层诡异的红光遮蔽了天地,军天通体燥热,口干舌燥。 快走,黑书面容大变,沉睡的地势格局重新笼罩了这片世界,很快强大的圣者都难以生存。 老仙,不管你是生是死,我都会把你给挖出来。 军天回眸望向坠日领的深处,拳头略微紧握,起源界的争霸已经开启了,坚信老仙不愿意缺席。 成群截队的探险队伍正在疯狂回归,一路上根本不平静,有捕食者蹲守在暗中截杀探险的队伍。 空谋,外围区域,翻腾着恐怖的风暴,如同遮天蔽日的蘑菇云,这是强横的生灵在相互厮杀,伴随着浓郁无比的药箱。 第七年,震撼性的话语传出,交战区域有一株火莲扎根在猎土深处,沐浴神火,流淌七种色泽的光辉。 天拿着十七色火莲,最顶级的圣耀了,这是谁那么大的运道竟然能在外部区域挖掘出这等圣耀。 返回的强者纷纷眼红,数位老圣主冲过去截狐,然而一阵接着一阵低沉的龙啸在昂首吞吼,惊得几位老圣主脸色惨白,迅速撤离。 大威圣龙,军天的瞳孔书的大征,皇室嫡系成员,一位皇子在这里征战。 大威圣龙,一位身穿黑龙长袍的少年模样的强者,身躯魁梧,通体朦胧着黄道龙气,隐约化作庞大的巨龙沉睡在他肉身中。 是十三皇子,大威圣朝最小的皇子,老一辈的强者纷纷惊叹,相传50岁已经站在顶级王者行列,而今极致爆发法力阵势,动辄可以打出十八头圣龙。 十三皇子气吞虎狼,撑开的洞虚道府辽阔程度不可想象,挂满了奇珍异宝,绝非军天昔日轰杀的封王强者可以媲美。 隔了很远,站在岩浆滚滚的世界中,军天已经感受到了庞大的压力。 他的面孔有些冷,他终究不是封王领域啊,十三皇子不仅强大,动虚道府更是悬挂着圣主级的兵器。 当然与他对敌的强横生灵更为惊人,这是一位风采绝伦的女子,身穿五色黄衣,腹若宁之,远远观望犹如在观望恐怖的圣主。 看到了吗,这才是最顶级的人中圣体,封王领域闪耀出强大的潜能,未来最起码是一位圣主,相反十三皇子弱了些。 黑书的话语飘来了,黄衣女子才情绝艳,洁白如玉的机体如龙如黄,双掌打出一片五色汗海,压得十八条圣龙都炸开了。 军天惊异,这位女子的体质无比强大,龙女皇共振,挤满苍穹,气吞天地。 他没想到在坠日里能看到年轻霸王争锋,两位强者杀的天昏地暗,已经碰撞了数百回合,不过军天能看出女子未曾尽全力。 至龙皇女,今呼声传出,龙皇谷的天之娇女,龙皇之躯惊天地,这是最强横的人中圣体,仅次于十大最强起源体。 十大最强的起源体质乃是举世公认的,放眼偌大的起源界,对于无上势力而言,十万年都诞生一位都是红福齐天了。 大威太子自然是传说中的起源龙体,天生的上苍之子,至尊命伦,种种荣耀加山水与争锋。 竟然是他,相传二十年前,他不服大威太子是最强的体质,与之争锋,结果被反掌镇压。 有人惊骇道,转眼间二十年过去了,龙皇女更为超然了,竟然压得十三皇子抬不起头。 龙皇骨是比火龙骨更为强横的势力,代代都走出过龙皇之区,风神大战也从不缺少这一族的踪影。 十大起源体质,今天在心中暗语,接下来他要修炼起源仙体了,这将会是生命体征最强的进化。 当然在修行之前,体内想要滋生出不朽物质,而且修行起源仙体最难的是,需要一枚起源种子栽种到肉身倒腐。 他曾经在黑市打探过起源火种,没有得到任何情报,显然这等资源太罕见了。 沙,巨大的龙啸声传遍天地,十三皇子气势狂飙,时而漆黑如墨,时而黄金赤胜,恶龙与圣龙共出,邪恶与神圣骄龙,打出了最巅峰的攻击力。 苍穹都炸开了,恐怖的攻势震天洞地,传遍坠日岭的外围区域,远远看到两头巨大的神龙,一金一黑,扶摇直上。 龙皇女风采无双,机体玲珑,呈现出的洞虚道府犹如真实的世界,强大的前置显照而出,犹如圣主在诵经,神灵在讲道。 仔细看,在龙皇女的前置压迫中,星空炫灿起来,一时间十三皇子有些渺小了,显然承受不住打出来的前置。 人们惊叹,十三皇子被压制得死死得,显然他远不如大威太子。 是人都清楚,大威皇主十三个儿子,各个皆是人中龙凤,九位公主也都是天之娇女,可见人丁兴旺。 龙皇女精彩绝艳,狭衣飘舞,探出玉指,如龙如黄,像是龙皇减般,咔嚓一下子截断了恶龙与圣龙。 镇压,他吞吐瑞霞,口栈莲花,欲指点向了十三皇子,像是一口神枪般不可挡吼,十三皇子发出低沉的咆哮声,飘散的长发飘了起来,气势猛然间狂变,背后翻腾鼓来的环境威压,呈现出遮蔽星空的奇景。 那是什么,老圣者多大吃一惊,十三皇子打出了某种意象,更如同真实的景象,浩荡着横鼓而来的神威,强大如同他们都感受到了压力。 军天的瞳孔是圣,观望十三皇子,这一刻的他如同立身在完全不同的国度中,高高在上,无比的射人。 一时间军天的元神都在悸动,感受到了可怕的威胁,洞悉到了恢弘古老的起源台。 这是什么,他显照出大威圣朝的起源台,虽然很模糊于伟案,但是挡住了龙皇女的玉址。 起源台还可以显照,军天皱眉,问道,解,举世最强的起源台在何地? 九天之巅,封神殿内,至高祖庭,众神朝拜之地。 龙云的话语有些沉重,眼底闪出难言的情绪,道,有朝一日若能入主祖庭,主大地臣服,这起源界的格局因而转变。 黑书都沉默了,那是神灵都渴望不可及的世界,圣者自然要怀着绝对的礼静去仰望与参拜。 第五百五十章心和显圣,军天皱眉,至高祖庭,是命轮起源路最强的起源台吗? 简而易见,龙云所说的至高祖庭,是超越神庭规模的起源台,究竟是什么层面的? 很难去说,龙皇姐姐风采不解,我十三哥被你一路压制,竟然没有还手的余地,十三弟看来回去后你要亲家修行了。 轻笑声传来,远方一座碾车横过苍穹,流淌五色神光,九条王者层次的凶兽拉车而来,排场大的惊人。 有人惊骇,纵然一些圣主即都没有这等出场的规模,这碾车里面仅仅坐着一位黄衣少女,身躯纤细,气质尊贵,如同俯视众生的女皇。 她走下碾车,巧笑嫣然,风华盛貌,但眉宇监透着遗旨气使,显然身份与地位是大威圣朝的公主。 九公主说笑了,十三皇子小小年纪能有现在的成就,已经可以傲视同代了,更别说显照出了神庭,未来成就非凡。 龙皇女淡然一笑,穿着的黄衣流光一彩,她景象修长,肌肤如同象牙般白皙,看起来真像是一位天女。 哪里哪里,远不如龙皇姐姐,当年太子殿下对姐姐都在许有加。 十三皇子哈哈大笑,愿赌服输,地火连归你了,另外会恳求陛下让你去至高神庭修行。 天地一片,大威圣朝共有三座神庭,而相传三座神庭拱位着至高神庭,相传是仅次于祖庭的无上起源台。 而今封神大战即将开启,至高神庭等同于起源界的本源核心,如若能在里面修行于险胜,前至必将暴涨。 大威圣朝的起源台,外祖也能去修行。 君天眼底闪出灼热,问起龙云,别这样看我,想要去大威圣朝的至高神庭,需要花费不小的代价,绝非十三皇子嘴上说得那么轻松。 龙云轻语,看向黑书,道,看来龙皇女要和大威太子站在同一战营了,立刻将情报传出去,在各大黑市区售卖,晚了可就不值钱了。 君天惊异,看来封神大战并非他想象的,号称起源界规模最大的战场,诸圣争霸,杀出无上战力才有资格封神。 道藏籍,王者都不具备参战的资格,龙云姐姐,你竟然在这里,忽然间,龙皇女飘然而来,近距离观察她颜容精致,机体晶莹剔透,仿若一珠梦幻的仙趴,美丽无瑕。 龙云点了点头,小龙皇快丰盛了,以后封神了可别忘了姐。 姐姐竟会开玩笑,龙皇女脸上带着圣洁的笑意,道,真神岂能轻易策封,未来还想着让姐姐照拂我。 这位是,九公主和十三皇子走来,龙皇女传音过去,九公主惊异,道,原来是龙云姐姐,未美这香有礼了。 君天全力隐藏自身,她掌握大威圣朝的大威恶龙,一旦泄露出任何一丝波动都是引来明天大祸,毕竟这是专属于皇室的神术。 我可当不起,龙云谐言扫了眼九公主,由内而外散发出无比强大的气场,即便是九公主与龙皇女精彩绝艳,也压不住龙云霸道的女王范。 这,九公主眉宇闪出不悦,还是低声道,妹妹以前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吗? 我和妹妹可没仇,龙云淡莫道,反倒是你们大威圣朝的福圣,刚才竟然胆敢针对我。 九公主脸色微沉,含声道,扶圣她这么敢。 这个狗奴才当年不过是大下府的小王,能走到这一步皆是父皇的提携,竟敢招惹姐姐,岂有此理。 今天心里犯嫡姑,情报头自什么来头,不单单是宝财楼的嫡系那么简单,背后还有这一场惊人的背景。 龙云小姐请放心,这件事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。 十三皇子神情一冷,玄疾笑道,不过这奴才也是有眼不识泰山,想必刚才吃了大苦头,左右不过是一个奴才,还望龙云小姐不要放在心上。 今天在心里冷笑,福圣为了强者路被判了下族,结果在皇室的眼中还是奴才,真不清楚他得到的究竟是什么。 我岂会和他计较什么,龙云嗤之以鼻,也清楚他们不过是嘴上说说,以大威皇主的霸道层次,岂能因为外族纷争处置他的爱臣。 听说姐姐闭关的这些年,已经将龙皇之躯修炼到崭新高度,并且激发出了至尊潜能。 九公主岔开话题,不过是一道亲戚,不足为道,龙皇女微微一叹,但能看出刹那间显露出的傲气,神采飞扬,当年她在道藏集已经有了大概体现,封王领域彻底显照出来。 姐姐真的是太谦虚了,走向这一步已经甩开了举时音节,未来赶往龙皇谷提亲的多半能踏破你们家的门槛。 九公主鸣嘴一笑,对于龙皇女客气了几分,恭维一句,我们圣朝的至高神庭,等同于起源界最强盛的仙徒祖地,姐姐若能收获造化,肯定可以激发出第二道。 难难难,这一次去至高神庭修行,主要还是未来的显圣,听到这里军天在心里琢磨,道藏,封王,往后就是圣者领域了。 而想要成圣前必须要显圣,在无比强大的环境中修行意义非同小可。 因为显圣主要是修炼圣道法相,与星空中映照而出。 强大的世界中得道,可以显照出这方世界的世界环境规则,绝非普通的显圣可以做到的。 刚才十三皇子显照出的神庭异象,就是他未来的法相,这世间的法相也各有不同,更是圣者领域强弱的标杆,异常重要。 军天站在龙云的身后,一副他侍从的样子,可不是他身后的男人。 他深邃的瞳孔遥望坠日领,以这片世界的环境与格局,肯定是合格的显胜格局吧。 相传火龙谷前段时间来了一位修出大道之花的神秘男子,道藏籍就完整显化出来的,九公主可知道是何许人。 龙皇女突然问道,军天的拳头威吾,这事情肯定瞒不住,不知道凯家现在怎么样了。 文言,九公主也很惊异,道,不太清楚,据说是混沌仙门的传承嫡系,还和苏玄清有关。 军天听到这句话不由得点头,看来牧家已经去了火龙谷,有关于牧心的消息被遮掩了。 混沌仙门走出这等应节不足惊奇,不过这普天之下能和大威太子争锋者,更是屈指可数,龙云姐姐你肯定了解一些吧。 龙皇女清楚论实力,混沌仙门在起源界排的上前时,比大威圣朝还要强硬些,自古以来强盛不衰,不过这一代的大威太子才是威慑起源界的无敌至尊。 那要看怎么说了,这起源界又不是一个起源龙体,还有其余的起源体制。 龙云淡淡道,再者说前段时间因为元初宝界的动荡,局面变得混乱了,这一次封神大战肯定有变数。 九公主醋眉,显得很不服气,大威太子还有敌手吗? 他也没有博了龙云的面子,道,那片元初宝界已经消失了,会移动的祖上沉眠区。 应该藏着很深的秘密,据说你们大威圣朝来了一位这片元初宝界走出的天之娇女,现在怎么样了? 龙云问道,文言,九公主吃了一惊,道,都说宝财楼的情报来源遍布天上地下。 妹妹领教了,她目前在养伤,现在应该出关了。 河下族的人有关吗?龙云笑咪咪问道,军天心头发紧,昔日被打出去的人都是荒兽族群和外来者,会使白发吗? 这,九公主正了正,没想到龙云会这么问,旁边的十三皇子插嘴道,龙云小姐勿怪,事关大下府的事情,父皇也令我们讨论,当年大下府之叛乱终究是皇室之痛。 呸书心里诽谤,谁不清楚你们眼红人家的神庭。 目前,关注这件事发展的巨头可有不少,夏圣王已经成了很多强者嘴中的一盘肉。 不是都要问斩了吗?军天不动声色嘀咕,想要弄清楚究竟是谁。 这奴才怎么随意插话,九公主心头一怒,也没有看军天,只是笑道,刑罚知事我们向来不清楚,对了龙云姐姐,宝财楼的拍卖大会要开启了,不如一快出发。 我路上还有点事,你们先行一步吧,龙云直接拒绝了,他交朋友只交袒露心非的朋友,这点小事还遮遮掩掩。 望着他们远去,军天心绪起伏,而今放延起原界,年轻一代的王者纷纷走向圣者领域,他的紧迫感越来越强烈了。 离开了坠日岭,登上了圣级战车,盘坐在地板上,闻着战车内飘散而来的凝神香气,军天的心情渐渐沉稳。 忽然间,口鼻嗅到的凝神香气浓郁了十几倍,原神变得热乎乎的,舒畅无比,如同药具霞飞声。 军天的眼睛疏得睁开,望向熊熊燃烧的香炉,正在蒸腾着五颜六色的霞光。 姐,这是什么?军天望向刚刚沐浴完毕的龙云,宽松的睡袍也难以遮掩傲然的曲线, 玉体散发着宫人的玫瑰花香,湿漉漉的发丝随意披散着。 她正在吸纳香炉散发的霞光,很快飘飘落仙,脸颊上泛着一抹醉人的烟红, 郊区都变得酥软了,斜躺在地板上,葱白的玉手揉着眉心,暴露着一双晶莹白皙的眉腿。 军天吃不消,下意识一开目光,心里嘀咕真是个妖精。 圣主极具凶的油脂,可以安神尽心,龙云发出慵懒的话语, 闭上了娇媚的眼眸,好像睡着了般,腰致的面孔散发光泽, 睫毛长长的。 军天发呆,这就是女富豪的日常梦,很快, 她的精神是海光辉大圣,夺天造化金玉形, 金色轰炉吞吸大量的霞光物质,滋生出恐怖的不朽物质。 今天的金色轰炉全面壮大,内部塑造出王者层次的原神体, 又如同化作金色漩涡般,吞天那地。 龙云站了起来,望着眉心闪耀金色魂光的少年,精益,修炼。